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最近中国男男正在菲律宾征战世界杯的比赛 眼下三场小组赛已经结束 我们遭遇三连败 目前呢,只能够和另外五只亚洲球队来打这个排位赛 来决定我们是否可以拿到奥运会的门票 在今天下午四点钟呢 中国男男将会迎来排位赛的第一场比赛 面对的对手是安格拉兰 接下来和各位球迷来具体分享一下 这场比赛的一些具体情况 以及中国男男这一次的阵容又会有什么样的调整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参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中国男男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按照日程的安排 这场比赛在下午四点钟进行呢 对比第三场小组赛的时间呢 又有了变化 第三场小组赛 中国男男对战波多黎各男男是在晚上八点 那么这一次的比赛时间 放到了下午CCTV5的一个时间呢 也会进行调整 那么到时候直播也会有变化 各位球迷呢要了解一下这个变化 不要错过了中国男男这一场生死大战 说完了直播平台 我们再说回到这一场比赛 对于中国男男来说 接下来这一场排位赛 每啊 这两场排位赛呢 无疑都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我们很清楚呢 现在中国男男呢 因为小组赛的一个成绩非常糟糕 我们整体的近胜分的优势呢 非常差 基本上是排位倒数的 这也意味着 接下来呢 我们必须确保两场排位赛都获得胜利 另外一方面呢 还要在日本队惨败的前提下 我们才有机会拿到直通奥运会的门票 否则如果说我们在这一次排位赛惨败 那么后续参加落选赛呢 基本上是无缘参加奥运会 很有可能即使上一届无缘奥运会之后呢 再度创下更加糟糕的成绩 所以对于中国男男来说 今天下午的这场比赛呢 非常的关键 我们呢没有输的一个退路了 但另外一方面呢 这场比赛中国男男想要拿下安哥拉男男呢 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因为在此前的小组赛中呢 菲律宾曾经被安哥拉打败 而菲律宾本身的实力呢 已经非常强大 这也意味着中国男男接下来 这一场比赛的一个难度非常高 不排除我们有可能会输掉比赛 当然是考虑到呢 我们在此前输得非常的糟糕 而我们接下来呢 这两场比赛都是生死大战 也不排除我们的球员可能会绝地反击 打出一个更好的表现 作为球迷虽然说呢 在前面三场比赛 已经被中国男男的球员伤透了心 但是我们也只能够把希望继续寄透在他们的身上 希望他们能够在今天下午的比赛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希望 如果说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战胜对手 后续又能够打败菲律宾 说不定中国男男还能够迎来一线生机 我们希望这一帮球员可以争一口气 当然最后呢 对于乔帅为首的教练组来说 在阵容方面也得适当做一些调整了 上一场比赛 王泽霖的表现非常拉垮 也成为了中国男男的最大的罪人 这场比赛呢 弃用他应该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也应该给予胡金秋这种球员更多的机会 在对战波多黎各男男的比赛中 其实胡金秋的表现非常不错 无奈乔帅呢 一直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 在赛后也遭到讨伐 本场比赛既然是生死大战 而王泽霖又不堪重用 接下来呢 像周期 像胡金秋以及富豪这些骑兵呢 就应该给予更多的机会 目前来看的话 乔帅在赛后的一个发布会当中呢 也明确表示自己已经尽了权力 但是呢 啊 确确实实有一些球员的基本功比较差 没有办法达到更好的成绩 既然如此呢 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尽心的带好 最后这两场排位赛 至于结果如何 就看我们这些球员的造化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